大家好,我是Stan NCT成员TAYE因涉及犯罪相关案件被起诉 并因此宣布退团了 8月28号,SN娱乐官方声明 本公司近日确认TAYE涉及相关刑事案件被起诉的事实 在了解事件的过程中,我们认知到此事的严重性 认为TAYE无法再继续参加团队活动 并与他讨论后决定让他退出团队 目前TAYE正在城市的接受警方调查 根据调查进展,我们将随时提供进一步的立场声明 对于本公司依然引发的争议,我们深表歉意 然后,两天前发表搜罗歌曲的NCT成员TAYE 在今天也发出公告表示 原定8月29号进行的检验第一张专辑 且一粉丝签名会 由于不得已的原因,活动将暂时延期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一向能包容各种争议的SN娱乐 这次竟然一开始就选择了让他退团 真是令人感到惊讶和害怕 到底是做了什么事啊 SN如果这么果断的切开 他只会让人觉得这件事的严重心到底是有多高啊 现在Tweet上的大家都在惊讶 讨论着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才会被退团 真的让人很好奇 他到底犯了什么错 才会让公司这么决绝的做出这样的决定 真的,每次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其他成员也要受到牵连 真是让人感到非常心疼 他们明明无故 却要承受这些不必要的压力和损失 虽然我不太清楚他是谁 但他如果进了SN娱乐并顺利出道 只要不惹事平稳的活动 应该可以一辈子都不用担心生计 结果却自己把这个机会给踢飞了 真是自找的 在媒体报导相关消息之前 SN就先宣布退团 真的是非常少见的情况 所以对于SN的官方声明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8月28号 韩国国会本会议通过了俗称 Guarabob的民法修正案 该法规定抛弃抚养医务的父母将丧失继承权 该修正案将于2026年1月开始实行 好的呀 真的花了很长时间 终于通过了 国会议员们应该反省一下 这个法案通过到底花了多长时间 这又不是一个有重大争议 意见对立的法案 这真的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父母生了孩子却不照顾他们 凭什么在孩子离开后 还有权利拿走遗产呢 这真是一个可以摆脱那些不负责任 不像父母人的机会 让我们庆祝吧 对于韩国从2026年1月开始实施 Kuarabob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